陳老師工作室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我們經常以為太監就像是中國獨創 其實在古代的阿拉伯也有閹人 所謂的閹人就是割了生殖器官的男性 不單是阿拉伯和中國 在羅馬、朝鮮、越南、埃及、波斯、印度 通通都有閹人的存在 而阿拉伯的閹人在伊斯蘭教創建前已經有 只不過當時的數量比較少 是一種比較特殊的風俗 而當伊斯蘭教建立後 特別是阿拉伯帝國建立後 閹人就越來越多 而阿拉伯的婦女是不可以拋頭露面 所以她一定不可以和外面的男性有任何接觸 但皇宮貴族要有些女兒下人用 所以除了女奴之外 她還需要一些男性的伯仁去服務家中的女性 因為她是極度保守 不可以和其他男人接觸 所以只可以和閹人接觸 所以閹人的市場就超級大 所以做閹人是比一般的奴隸身價更高 你想想別人要投資 別人要割一些東西才能有新價 他們的新價是指他們買賣的時候 要比普通奴隸賣的價錢要高 那些錢不是他們賺的 而是賣奴隸主賺的陰功 閹人很慘 一般奴隸地位已經夠低了 但閹人的地位更加低 首先要知道阿拉伯人本身 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大男人的社會 她對女人基本上可以說是漠視的存在 即是時至今日依然都是這樣 你不要跟我說現在好了很多 其實都是很差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她們對閹人的態度是怎樣 絕對會受到歧視、被壓迫 一輩子都抬不起頭做人 你肯定會很疑惑 那什麼人會去做閹人呢? 很明顯不會有這麼笨 主動閹自己 早期大部分的閹人 都是一些在主人的家裡 犯了一些不守藍德的錯誤的仆人 例如把女主人洗澡 和女奴通姦 偷婆婆底褲等等 又或者本身是一個罪犯 反正當時所謂品格不好的人 或者犯過錯的人 有可能會變成閹人 後來因為需求越來越大 而且賣的價錢也越來越高 所以販賣人口的人 例如梅伊的人 為了賺更多的錢 亦都喪心病狂到 將普通的奴隸 淹了之後再高價賣出 而賣得起閹人的人 一般都是那些富豪 而這些閹人 買回去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結果 就一輩子做奴博 但如果哪一天你激怒了主子 你可能會被人趕出來 街邊的人都會當你好像瘟神 大家知道你是閹人 就覺得你是不吉利的象征 普通的人都會覺得 你閹人 才見到閹人 洗眼 是不願意跟他們接觸的 亦都只可以做最低賤的事 而且永遠都不會有翻新的機會 除了一些富貴人家之外 在皇宮內也充飾著大量的閹人 有白人的閹人 亦都是黑人的閹人 那些閹人的職位各種各樣 有侍衛 有隨從 集役 主管 生得英俊 那些皇帝 皇宣的貴族 可能還會帶你去做男寵 有空摸一下你 捏一下你的胸肌 當你是工具般發洩 首先要知道 伊斯蘭教是禁止同性戀 教規則禁止 但是你是皇帝 你想怎樣就怎樣 關門後 除了真主阿拉和你自己之外 誰知道呢 所以在黑市內 或是在皇宮 貴族內部 這些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 亦都成為了上流社會的享樂 南寵其實在古代阿拉伯已經普遍存在 最初的時候 南寵基本上都是閹人 你心想 如果被人舉報怎麼辦 你以為會被人抓去斬嗎 人家是貴族 最多是被人笑一下 又或者受到一些輕微的懲罰 沒有啊 整件事搞定的 监也不用坐 但是如果你是LESBIAN 女同性戀者你就糟糕了 一旦發現 嚴重到不得了 輕者就會被老公休了 重者可能連命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 雙重標準 只許男人拉屎 不讓女人放屁 但是你想想 閹人一多 其實閹人的心理很不平衡 慢慢在皇宮內 就形成了自己的勢力 跟歷朝歷代也一樣 中國也是這樣 這些閹人就跟軍官 妃子 勾勾結結 甚至乎都會參與 宮內的權力鬥爭 但是總體來說 閹人在阿拉伯帝國時期 並沒有真正搞什麼大風大浪出來 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過大男人了 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會留到很大的空間 讓這些閹人獨攬朝政 好了 今集就先講到這裡 我是陳老師 沒辦法講阿拉伯 我們下集再見